哈喽大家好,我是黎空 黎空终于有Switch啦 入手的第一片游戏呢 当然是姨女游戏啦 今天,黎空就要来分享 这款18禁的姨女游戏 蒸汽监狱Steam Prison当中的背景故事 还有男主角们的介绍 因为影片长度的关系 我会分成上下两集 下一集我们再来分享 我的游戏攻略心得 看完这集 如果你对游戏有兴趣 绝对不能错过下一集哦 开始之前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开启小铃铛 希望以后常常有这个系列呢 也别忘了按个喜欢 有需要字幕的朋友 记得开启CC字幕哦 这款姨女游戏 蒸汽监狱Steam Prison 名称听起来就很暗黑系蒸汽旁客 加上是被划分在18禁的游戏 所以呢 让离空格外的期待 这部作品最初是由Hunt X 于2016年发售的PC版一女游戏 2017年呢 移植到了PSV上 之后也在Steam上架 直到2021年2月25日发售了NS的版本 故事背景大纲讲述在多年以前 因为一场大洪水来袭 人类创造了一座空中岛避难 但是因为空中岛能容纳的人数不够多 所以只有小部分的人 一些精英和政治家 科学家 能够逃离到上面移居 从此呢 世界就被一分为二 空中岛上面称为上界 而遭受洪水侵袭的陆地呢 则称为下界 安全躲过灾害 并获得极度优渥生活品质的上界居民 对那些没有被选上 饱受灾害摧残的下界居民 抱持着歧视和瞧不起的心态 对上界的一般居民而言 下界呢 是他们放逐犯罪者 就是一个谁犯了罪 就会把他丢过去的边疆监狱 而我们的女主角齐斯 就是一个上界的小贵族女儿 因为出生在上界 所以呢 她对下界也有很多的误解 但是她的内心很有正义感 所以经过一番努力呢 成为了警官 立志要保护人民 但是 这样的女主角就在一次任务中 受命前往下界视察时 意外的被卷入一场阴谋 被栽赃成为了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 即将被流放到下界 这款游戏里引用圣经中的七美德 去塑造游戏人物形象 圣经中呢 七个美德分别对应七位高尚的天使 在游戏攻略上 可以切分为下界线 保护曲线和上界线 每个路线呢 对应两个攻略男主 最后全部攻略完才能开启大团圆 超级happy ending 女主角奇思 对应的就是正义 简单来说呢 她就是一个钢铁侄女 为人正直 建树非常好 头脑聪明 但是有一点过于天真 是一个相信小孩子 是从神官院诞生的人 在她生活的上界呢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格保守的国家 上界看起来生活优渥和平 实际上呢 他们是被神官院的政府 完全掌控居民生活 包括每一个人的结婚对象 总之呢 就是管得很宽 自由恋爱在上界是违法的 被发现会被立即流放到下界 而且不被允许的小孩 会有专门的机构集中处理掉 所以这也是游戏中 女主角总是会对恋爱很迟钝 觉得谈恋爱是违法的一个人物特质 上界竟然要控制人民的婚姻 当然 恋爱小说和公口本都是违法的产品 也就是说 上界是玩不到姨女游戏的 这个离空我不能接受 游戏中存在感最强的男主角 是奇思的警察官搭档芬 游客列斯 她对应的是信念 芬是个身高182公分的草石系男子 从很久以前就暗恋女主角奇思 但是呢 因为恋爱在上界是犯法的 所以只是默默地陪在她身边 基本上也是本部作品的最大枯主 没有之一 因为最初游戏的PC版并没有它的路线 所以也被戏称是个被玩家们 用100万日元救活的男子 在大多数的路线结局当中呢 芬不是受尽灵虐被玩坏 就是会死得很凄惨 因为女主角被栽赃陷害 所以身为女主角搭档的她呢 就被连带惩处 反正就是一个爱不到又被玩坏掉的悲情男子 离空我自己可以说是为了芬的路线 坚持把所有路线通关的 因为要走完所有其他男主角的故事 才能够开启芬的路线 要让玩家们慢慢抽丝剥茧 看芬如何遭受各种痛苦之后呢 你才能够攻略它 再来这位男主角 埃尔托克里德·瓦伦丁 算是剧中的官配男主角 埃尔托克里德·瓦伦丁 简称埃尔托 代表形象呢 是旧婿 她是个出生于下界的银行家 兼保护区某一块区域的统治者 在大洪水淹没下界之后呢 文明都被毁灭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活下来的人呢 开始重新建立新的科技和文明 因此下界当中受到上界统治的地方呢 被叫做保护区 而不受到支配的下界呢 则是有各自的领导人和超越上界的科技和发明 埃尔托作为下界 里贝拉里塔斯的统治者 在这部作品当中呢 跟另一位男主角尤尼 都算是像机械神一样的存在 在各个路线呢 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出场 然后用强大的财力或是权力 幸运的救下女主角 同时呢 因为是官配 所以他有两个好结局 离空我觉得不公平 如果玩家呢 在女主角被流放到保护区时 选择跟另一位男主角 乌尔利克·菲利尔 去里贝拉里塔斯 当他的保镖 那就会进入到下界线中 攻略埃尔托或是乌尔利克 而另一位下界线男主角 乌尔利克·菲利尔 他的代表形象是贤民 身高只有168公分 所以他很想长高 是本部作品中的毒蛇 傲娇担当 和埃尔托是多年的朋友 同时呢 他也是个飞檐走壁的情报商 非常讨厌上界出身的人 所以一开始呢 他也很讨厌女主角奇思 在他的路线当中 如果不是好结局 那就会都死翘翘 而且呢 其中一个坏结局 还是打开另一位男主角 游泥时音路线的必要条件 离空我自己是觉得 在下界路线的两个男主角 给我的感觉 不像是女主角在谈恋爱 比较像是在看 他们两个男主角晒恩爱 而且呢 相较于其他路线 对于真相的探索也是很少 算是比较世外桃源的剧情 如果 女主角在被流放后 选择不到下界去工作 而是留在保护区 就会另外进入到 雅达军和伊内斯 两位男主角的路线 雅达军代表的形象是 节制 是保护区郊外生活的一位医生 为了寻找自己的爸爸 而故意被流放到下界来找他 性格很冷淡 做菜呢 很难吃 但是却很会照顾人 在他的路线里面 收留了女主角奇思 让他当自己的助手 并且跟他同居 在他的路线里面 所有的坏结局都蛮惊悚的 也是最靠近真相的一条路线 离空我个人对故事的点评和攻略技巧 会放在下一集介绍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同样是留在保护区的 另一条男主角路线是 伊内斯 海因里希 海涅 他的代表形象是 不屈 他是身为上界管理流放到 下界犯人的组织 Huns的副首领 性格呢 非常的正直 不仅能够在相当残暴的组织中生存 同时也能够在允许的范围内 贯彻自己的骑士精神 他和雅达君呢 算是熟人 因为他会找他帮忙 跟女主角呢 一样对感情非常迟钝 而且 是少数可以在武力上 打败奇思的男主角 曾经他在女主角小时候帮助过他 因而让女主角梦想成为警察官 伊内斯呢 是离空除了芬之外 最喜欢的路线 因为伊内斯本身性格很好之外 在他的路线里面呢 好结局跟坏结局 都把故事说得相对很完整 女主角的爱情呢 不仅有好的结局 也能顺利揭开真相 而且 他也是少数没有在自己的坏结局里面 死掉的男主角 死掉的反而只有女主角一个人 是少数能够满足主线剧情 和爱情路线的故事 如果顺利完成乌尔利克路线中的其中一个坏结局 费里尔 就可以开启上界的 尤尼时音路线 尤尼代表的是希望 他身为不老不死的美少年 尤尼被认定是被神挨戴的圣人 在上界呢 到处都会有他的实相 是一种精神领袖 年龄不详 但是大概可能将近400岁 在作品中呢 除了他自己的路线之外 其他所有路线里面 他就是男女主角的超级幸运之神 有他一句话 瞬间变成happy ending 但是 在他自己的路线里面 尼空觉得反而相对有点无聊 因为爱情的部分描写得过于仓促 有一点感觉硬要 而且其实没有真正所谓的好结局 几乎都会有一些遗憾的地方 有些结局 甚至还会让尼空觉得有点傻眼 所以呢 到底是要谈恋爱还是不谈恋爱 那种感觉 反而其中有一个坏结局 我还感觉比较感动 总之呢 我是为了开分的结局 才努力硬着头皮 把尤泥路线全部刷完的 请尤泥不要杀死我 好啦 以上就是蒸汽监狱 Steam Tristan的游戏背景设定 和各个男主角的简单介绍 其实像这种类似的题材呢 在女性像作品中并不少见 不过角色的多元性和主线剧情 都是很值得期待的内容 碍于时间关系 尼空的游戏体验跟攻略心得技巧 会放在下一集 有兴趣的人绝对不要错过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款游戏呢 如果有其他推荐的NS引游游戏 或是想看其他的引游开箱 也欢迎大家敲碗 喜欢这个系列 别忘记帮尼空按个喜欢 订阅支持开启小铃铛 我是尼空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